8月10日,全球首个路上商用模块化小型反应堆 玲珑一号反应堆核心模块,在海南昌江调装成功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小亮介绍 玲珑一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号称玲珑之星 集成了压力容器、蒸发器、主泵接管 是制造难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工厂化预制、模块化制造和电主设备 它的特点是高度集成、安全性高、建造方便 是集成了玲珑一号反应堆的压力容器、蒸发器、主泵、主管道 在一起的在工厂通过模块化的制造 现场模块化安装的这样一个设备 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高度集成 所以安全性高、另外建造方便 玲珑之星安装成功代表着我们玲珑一号的主设备 全部安装完成 这个为后面的辅助系统的设备安装 为我们的调试、为将来的这个钻料奠定到非常坚实的基础 玲珑一号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核能先进堆形示范工程之一 是继华龙一号后中国自主创新重大核电成果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工程管理处副处长赵龙介绍 玲珑一号拥有小型化、模块化、一体化等先进革新型技术 它作为高安全的分布式清洁能源 不仅可以发电还具有热电联供、水电联供、城市区域供热、海水淡化等多用途 可类似常规燃煤热电厂、靠近城镇及工业园区部署 让核能贴近城市、靠近用户成为可能 玲珑一号它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 它可以广泛的应用于无人区甚至市中心 如果把它放到了平台上,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移动发电站 就像一个移动充电宝一样 小堆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 它的影响范围比大堆是有效的缩小的 它的控制范围是在它的厂房围墙 所以说厂房围墙之外,人是可以长期安全居住 这也就意味着小堆可以放置在咱们的市中心或者市郊 邓小亮介绍,玲珑一号将于2026年并网发电 预计每年发电量可达10亿度 可满足海南52.6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8万吨 相当于一年直数750万克 玲珑一号现在开工正好是两周年 土建的工作已经完成了85% 安装的工作完成了10%左右 计划在2026年的上半年并网发电 多么ican店 早安装的工作 后处 fem一号 一号第二 çok 损名中 hätte